欢迎各位有全面进场 如果你是喜欢我的节目 希望你可以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天话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已经有好一段时间 不满世卫组织长期就以中国为中心 只是懂得雇注中国的利益 而漠视了世界各国 而在白宫记者会之上 特朗普总统就作出了预告 他就说 美国身为世卫组织最大的金主 必须要确保纳税人的钱是得到妥善的利用 而就着目前世卫组织的情况 他就将会在下星期 针对资金援助方面作出一个决定 而根据美国新闻网站Politico 引述白宫官员消息指出 说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宣布 暂停对世卫组织的援助 而且有意另起牢造取而代之 这一名知情人士就说了 说特朗普总统政府官员正在草耳信件 当有关方面作出决定以后 就会宣布暂停美国向世卫组织 和泛美卫生组织的资助 而信件同时会通知国务院 美国国际开发处和其他机构 尝试将有关资金转给现有的替代组织 倘若这个决定真是落实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理解 因为世卫组织在目前根本上 没有办法正常发挥得到应有的作用 搞到整个中国卫健委国际分布 而这位谭德塞总干事 就变成了党委书记一样 处处要维护中国的利益 完全为中国马首是瞻 不敢说任何一句说话是亦中国意 只懂得针对美国和台湾 这根本不是身为一个国际组织总干事 应有的态度和风范 美国长年作为这个世卫组织的最大金主 与其继续贴钱买烂售 或者在这个世卫组织里面进行什么改革 不如就斩揽好 另起牢造 由美国牵头 拉拢所有欧洲国家亲美国家一起来参与 根本上他不需要再给钱 这个世卫组织来搞下去 他给钱是最大份 美国出鸡中国就出时候 美国出的钱就是中国的十倍 但中国的杠杆利益就非常大 因为他的阿非拉朋友够多 那些友邦国家够多 所以一选到总干事的时候 无论是来自中国的候选人也好 或者是中国支持的候选人也好 这些国家就会全部灌票下去 使得中国的影响力就相当之大 长期把持着这些国际组织 实际不单是世卫组织是这样的 很多联合国其他分支的组织 一样是有类似的情况 就搞到中国不断地向这些组织滲透 当这些组织不能够再发挥到正常功能的时候 不如索性另外再搞好 反正那些会费又不是平均分的 世卫组织说就说194个正式的成员 你那些会费不是平分的 不是正常的分摊 有多有少的 而美国每年所缴交的课金 就占了世卫会费的四分之一 美国豈不是做了冤大头做了老衬 他继续贴钱给你这个世卫 帮中国搭鸡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 不如不搞就好 所以特朗普总统有这个决定 也是对的 是要维护本国利益才是 没理由就变成了美国的纳税人出钱 去维护中国利益 怎么说都说不错 至于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 又跟台湾隔空互骂 这次又骂什么 原来谭德塞在记者会上 否认台湾曾经警告可能出现人传人的情况 这次台湾就真的不忍他了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索性公开了 当日台湾发给世卫组织的电邮 将整件事和盘托出 一清二楚 这些事是无从抵赖的 有益或没有 看看电邮就知道了 陈时中在记者会上 以英语将整封电邮的传闻内容读了出来 而且用猛烈评击 这个谭德塞 是内行人讲外行话 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说法呢 我们看看那封电邮写什么了 那封电邮是在12月31号发出的 中国武汉至少有7宗非典个案发生 当地卫生官员已经向媒体报告了 并且说这些个案不是沙士 仍然在检验当中 而且那些个案已经进行隔离治疗了 电邮就这样写 虽然在里面没有明确写着人传人这三个字 但是当他提及到 说那些个案进行隔离治疗的时候 已经是一个强烈的暗示 虽然当时未能百分之百确定得到 会或者不会人传人 因为还是一个相当早的阶段 掌握到的资讯非常少 但是台湾已经尽了一个 道义责任去通知世卫 而你世卫组织作为一个专业的医学组织 怎会不知道进行隔离治疗 其实已经implice 了有机会是人传人 你这个世卫组织和谭德塞 根本上是礼环折曲的 而台湾又不是在世卫的系统里头 又不是世卫的正式成员 连观察员都不是 根本上是和你世卫组织 无缺无缺的 因为他是没有一个身份和地位的 但是他仍然是尽了他的道义责任去通知你 竟然现在就让你出来公开说没有通知过 没有说到人传人 但是实际上人家就已经作出了强烈的暗示了 好了 陈时中现在公开这封电邮传闻 就是黎德俠时了 你谭德塞就变成了自暴其丑 没有办法再和台湾糾纏下去了 为什么呢 连台湾都通知了你相关情况的时候 到底中国有没有把他自身的情况 通知世卫呢 若然没有的话 就是中国隐瞒真相了 那你谭德塞总干事就很应该挺身而出 指证中国 为什么你中国发生了这样的状况 都没有及时向世卫作出回报 使得你世卫那些建议是乱了大龙 因为你世卫作出了很多错误的建议 包括就说不要对中国实施入境管制措施 包括就说人传人的情况 是没有证据显示得到 到后期才能确立得到 这个就关乎他不回报给你听 那你就要挺身而出指证他 好了 若然中国就已经是有将他的情况 一肆不久巨势无为地回报了给世卫组织听的话 那你就拿出来给我们笑一下 但是责任就是落在世卫组织身上 当你获得了全面的讯息以后 为什么你仍然是可以作出那些偏颇 这么处处维护中国的建议呢 那责任就落在你谭德塞身上 所以你怎么也走不掉 要么你就说中国有通知你 要么你就说中国没有通知你 随便你出来说一样 但是你怎么也要有一个人负责的 是不是呀 真是离了大谱无厘头 这样走去挑击 向特朗普总统挑击 向台湾外交部挑击 幸好台湾外交部 有那封电邮的传闻拿出来 那你有没有中国那封电邮的传闻 又拿出来看看 是不是呀 有还是没有也没关系的 因为你怎么也中一样了 最后就说说台湾方面的消息了 谭德塞总幹事早前指控台湾网民 就说他们针对他本人作出人身攻击 甚至提出了一些涉及种族歧视的言论 但是台湾的网民就认为 对了我们是没有这样做到的 我们纯粹是被你冤枉了 于是他们就马上采取行动 就由YouTuber界的红人 专教人英文那位阿迪牵头 搞了一个是集资众筹登报的行动 他们就拣选了纽约时报 就说要刊登一个全版广告 内容就是台湾写给世界的一封信 本来众筹的目标 就说要在18个钟头之内 筹到400万新台币 但是当这个活动搞了8个半钟头 就已经是筹到500万了 超额完成 这个众筹的团队就说 希望写这封信 就是借着民间的力量 向世卫 谭德塞和全世界的人说明一件事 台湾人就是谴责发表歧视性言论的人 也围着世界上所有过去到现在曾经遭受霸凌 歧视 忽略 冷遇的个人或群体表达最自成的协议 台湾本身在国际上 长久也遭受到这种待遇 台湾就是与你们一起同行 而台湾人亦感同身受 实际这封公开信 有他的积极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当谭德塞提出了这么严重的指控以后 的而且确在西方社会的舆论当中 有些人就信以为真 然后就对台湾口诛不乏了 你作出了这个公开澄清以后 就可以将这个误会降到最低了 若然那些人继续批评你 就变成拒不着了 因为在封公开信里头已经解释得这么清楚明白 使得那些人不能再以同一个借口来攻击台湾 实际我都很羡慕台湾的YouTuber界 因为人家可以在短时间内作出反应 纯粹是为住维护自己的国家尊严 这种就是团结一致和实事求是 反观香港的YouTuber界 一盘散沙都不特意 有个别的还喜欢搞内耗和分化 所以香港真的相当可惜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